評論 關注現在 影響未來 歡迎收看評論HOT短視頻節目 我是主持人秦偉平 今天的話題是 中共提前舉行十九大有何玄機 我剛剛早上起床的時候 看到一則消息 新華社發布的 8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說十九大正式將於2017年10月18日召開 然後我覺得還是蠻詫異的 因為為什麼外界雖然對十九大有很多很多傳聞說 要麼提前召開 要麼後召開 要麼甚至晚一點開 還有說不開 各種聲音都有 然後十九大的其實 它的代表名單前幾天已經出來了 包括日本的一些媒體已經提前預告了說 不同的聲音說十九大一個七個常委的名單不一樣啊 包括王岐山是上還是不上啊 是退休還是不退休啊 有各種各種的說法 那這次十九大的日程提前公布 現在是提前大概一個月左右按傳統時間召開 背後有何玄機呢 我覺得我想點一點評一評這樣子 確實說現在的形勢是比較微妙和危急 我之前也多次講過國內來說 可是可能是叫逆憂外患這樣子 那美國政府呢對中國呢 已經失去了太多的耐心了 新政府川普先生 他希望說已經在美國開啟301調查 認為有對中國要開打貿易戰的這種趨勢了 然後氣氛是蠻緊張的 然後朝鮮金正恩先生呢 又是不太按常理出牌 繼續一次又一次的發射導彈啊 做核試驗來挑釁美國 甚至日本韓國這樣子 然後中國在裡面確實也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所有所有的事情集在一起的話呢 中國國內的這種政治鬥爭來說 都不算是個事兒 因為為什麼呢 這如果外面事情沒有辦好了 可能對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會有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外界可能會看了比較多的說 國內的這種所謂的各種派系的這種爭鬥啊 黨爭也好 權力鬥爭也好 其實在中共他們這個大的執政集團看來 保證他們的執政利益是第一優勢 所以他們提前 習近平先生提前舉辦要求十九大 我認為是提前掃清這種內部的這種障礙 然後保證他們自己執政內部的一個高度的穩定 然後才來應對這種越來越極數的問題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朝核危機問題 中美這種可能的衝突問題 他需要時間來全程灌注的來對抗這個事情 我們知道幾天前印度是撤兵的 中印對峙呢算是告一個段落 中國政府呢他需要說 屯出手屯出時間來解決最最難解決的問題 所以這背後的玄機就是 趕緊掃清他們內部的障礙 他們內部應該是達成一致的 達成妥協的 然後不管是誰上誰下 他們未來是黨主席制度還是說五常委 七常委制度他們內部應該已經達成妥協了 我也沒有小道消息 所以我對這個個人的去留我不做預測 但是可以明顯的看到說 中共執政集團他必須要統一起來 然後應對下面的變化 我們知道有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佛羅里達 習近平和川普先生莊園會晤之後呢 他們邀請川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這個時間大概就是10月份 所以10月18號我們可以預計說18大開完之後 有可能就在10月底 然後美國總統川普將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這是中國解決他現有問題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也是不可錯過的這種機會 如果開得好的話呢 對習近平先生 他的未來五年的執政呢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支持或者避數一樣 最主要是那種消除他們之間的隔閡 讓那個貿易戰不再開打 最關鍵還有就是我所設想的 中美兩國要坐下來去 為解決徹底解決朝核問題要 達成一致協議吧 不管是川普先生現在也是火大 那個習近平先生也是頭大 對不對 這個金戰胖拿到沒辦法 我建議還是就好像我們之前節目裡講過了 中國政府主動出兵去 掃清這種朝鮮的核設施 然後美國政府也可以協助去做一些 比如說空中力量的資源去打擊 不管你是削減他的核設施也好 還是說真的是斬首競爭也好 我希望說在十九大之後 兩國兩國元首習近平和川普呢 坐下來把這個事情談妥了解決了 那這樣是皆大歡喜消除了一個 對於東北亞地區包括世界政治地緣都是有非常威脅的這種 金正恩朝核危機 然後呢 中美兩國呢能達成一個 通過這次合作能達成一個互信 然後 不至於開打貿易戰 我之前也講過貿易戰說實話是兩敗俱傷 我再重複一次也不要緊 美國是外商 中國是內商 大家其實都不願意去 真的去撕破臉去開打這個戰爭 所以兩國通力合作 解決現在的貿易戰爭端 然後 最主要是聯手能解決潮核危機 對於中國來說 對於美國來說 兩國元首都是一個不錯的政績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契機 然後呢 如果兩國談崩了 那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全世界都沒有好日子過了 中國美國那貿易戰開打 那就是會鬼乎難好 至少會幾年吧 大家都會很痛苦 然後潮核危機就會越來越失控 那最後結果 可能最好某些 某些專家預測的一樣 可能包括韓國在內 可能有三百萬人死傷 這種悲慘的局面都會有產生 所以這是我覺得大家可以 零起呼吸來看 接下來一個多月發生的事情 我們希望說這些政治領袖 政治元首 然後能真的是考慮到 全世界公眾的這種利益 担負起自己的責任 對不對 然後做一個最好的選擇 而不是做一個最壞的選擇 感謝大家收看本期的一個 評論號的短視頻節目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 每天都有財經大事件發生 每天都有時局風雲變幻 你可以無動於衷 但不可以裝著看不到和聽不見 用力撥開資本迷雾 讓公眾克服貪婪和恐懼 冷眼觀察政治博弈 揭秘危機背後的真相 評論 關注現在 影響未來 紅色時間 明天有應 幻影響未來